咱们总说女人对自己要好一点,男性朋友也是一样,健康保护您可以简约,但是不要简单。 沈阳的常先生就把自己的健康冷落了多年,常先生虽说今年才55岁,但是他和香烟的缘分,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老伴的时间都要长得多,可是这个缘分却带给了常先生一场痛不欲生的经历。 半个月前,当常先生刚来到解放军第463医院的时候,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 俩腿都截完了,手也截了,再找我们再去治病人又不行了,还要去要求去被迫去治疗的这样的人,几乎这是我第一个见到。 说起常先生截肢的经历,那可实在是太痛苦了。 四年前截右腿,三年前截左腿,两年前截右手十指,今年就连只剩下十几公分的右腿残肢也生了病,让常先生痛不欲生。 面对这个奇特的病人,医生不忍也不能再为其截肢了,而是采取了一种难度很大。 接入治疗方法,成功保住了常先生的右腿残肢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让常先生如此痛苦呢? 经过会诊,常先生得的病是动漫硬化避色症,主要治病原因是糖尿病、高血压和高血脂。 但常先生这些病全都没有,又是怎么得的呢? 他呢,糖尿病没有,血压血脂还可以,主要就是吸烟,而且吸烟年度非常长,大概30年,量也非常大,一天至少40支烟这么抽。 抽烟你也比较严重,尤其是打麻将,打麻将你肺炎,几乎是一盒盯一盒那么抽。 现在能抽多少钱? 两包。 据介绍,抽烟的人患动漫硬化避色症的几率是不抽烟人的五倍,是这种疾病最重要的诱因之一。 常先生曾经就不信这个鞋,即使截肢了,四年来也依旧照抽不悟。 两个腿都嘎了,手也嘎了。 不想生活不想太改变了,也就是说活一天,就是说乐活一天。 不过成功保住的右腿残肢让常先生右腿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。 您现在还抽烟吗? 抽,现在比以前抽的少没少点啊? 那少了十分之一了,一天现在哪三个? 这也不敢一百多,这两个,完结完事。 我觉得不要到这个时候啊,再想起来,其实这时候已经太晚了,对吧? 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克制自己,对吧? 这个珍惜健康吧,善待身体。 请善待我们的身体吧,因为它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财富。